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关于那些王一博的往事,在娱乐圈这个大圈当中,美女帅哥都是数不胜数,层出不穷,可是又是有些就是不温不火。 而有些就是红透半边天,这又是什么原因呢?有的是靠眼,有的是靠才能。 这样的火起来也算是情理之中,可有些就是火得奇奇怪怪的,莫名其妙的。 这就不免有很多的黑子在网上当键盘侠。 要说的就是当红明明星王一博。 说到王一博大家并不陌生,这个1997年出生在河南洛阳的男孩,酷爱摩托,热爱跳舞。 小编在这里真的要好好地夸一夸我们的一宝,跳舞真的好绝帅爆了。 摩托车也是好帅。 如今可谓是红遍中国甚至是国外。 近两年关于的热搜数不胜数,而且有些热搜真的是莫名其妙,可这也是人家的能力。 而有些甚至是用钱也买不来的热搜,所以这也导致不少的人眼红,成为黑子。 不停地抨击王一博,而王一博对于他们的这些无脑行为,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。 也没有在意,而是默默地做自己的事情,不断地提升自己。 他用自己的行动来堵住悠悠众口,现在的王一博可谓是流量的顶流。 但是他的走红并不突然,而是他一步一个脚印,用汗水堆积起来的。 在这条道路上他不知道付出多少,而这些付出的汗水与辛酸是我们所看不见的。 我们看到的都是他耀眼的光环。 在他小的时候因为身体不好,经常被送往医院。 而这也是他成为学习舞蹈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 有一次在医院他偶然看见电视上正在播放的全国街舞大赛,当即就喜欢上了。 跟妈妈说想要去学舞蹈,原本身体不好的他看到这样活力,四射的光芒自然是羡慕不已的。 这也是在他心里的光芒,然而他的爸爸并不同意他跳舞。 因为在他们这个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学过舞蹈,最主要的还是担心王一博的承受不住。 但没想到,他的妈妈全力支持他,给他报名了舞蹈班。 就算是知道强大的压力会给肾体造成严重的负担,可他还是依然坚持学习跳舞。 对此,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 感谢观看